一開始蔡總趕快帶我們來看到 Morish看起來真的是著急的 甚至有人說 他是對小英政府下達的最後通牒 兩個月不到的時間 二度重炮轟政府 一向溫和慈想的張忠謀 為什麼520之後 接二連三的 針對了小英政府提出了警示 你看上一次10月24號的時候 是在工商協進會的早餐會裡面 他出席了 他就提到了新政府提創新又要分配 這兩個是矛盾的 你沒有創新 你對國家沒有貢獻 你也來跟人家分配 你要分配什麼呢 所以他說出了一個重點 不只是創新分配 成長也是同樣重要的 對 他說現在政府要推五大創新的產業 好 即便以後五大創新 通通都做得很好 但你舊的呢 台灣最重要的半導體的產業 你卻沒有去照顧 那還不是因小失大呢 言由在耳 這個時間點蔡總說的是一個 聽說語會人士後來轉述說 真的是扯著嗓門在講 很少看到這麼Gentleman Morris 用這樣的高分配的語氣 他就在說到讓政府聽見 10月24號真的隔不到兩個月 他又再度重炮轟擊了 對啊 張大帥在講 政府沒有聽 昨天 這個是非常重要 每隔四年才舉辦一次 全國科學技術會議 這是什麼樣的會議 四年一次那就擺明是 報給總統聽的 對啊 沒錯 小英總統 在台上的支持 但支持完了以後 記者麥克風就堵到了張中某 張中某沒想到又開炮了 他居然說 我們這個會議 這個裡面 政府要到底帶領我們的科技 往什麼方向 我們現在要轉型 但是政府沒有給大家一個方向 所以說科技業為什麼都不來 在外面哀嚎 所以今天的這場會議 說穿了他原本的設計 30年前是產官學在這邊 凝聚一個共識 拼科技要往哪一地方拼 拼給總統看 大家有一個共識 所以我們來到了昨天開幕 一列字典 今天都還在開喔 昨天的氣氛其實非常的有意思 一開始呢 小英總統在上面制止的時候 莫里斯坐在下面聽 當然也是非常peaceful 沒想到總統談講完媒體 賭上去的時候 他就開炮了 你看喔 像這個全國科技大會 高峰是在19701980 哇 慘關閒 尤其業界啊 是上千人都參與啊 是 大家熱烈的討論之後 對 有方向啊 對 台灣要做半導體 是 台灣要做知性的科技 就把台灣的產業升級 不僅升級啊 還帶動我們整個經濟的一個發展 多重要這場會議 你看看 當年那個榮景 大家都想要來進到這個會議室 能夠出一點意見 大家共同激盪 半導體是這樣來的 資訊產業.com產業 是這樣來的 現在呢 啊 冷氣啊 你來看一下 張周某坐在第一排 他旁邊的是誰 中研院院長廖俊志 還有教育部稱務次長陳良基 不是這場觀學有什麼沒幹嗎 真正啊 要推動台灣產業升級 這些科技方向的業者在哪裡 都沒來 都沒啊 這些的話 有沒有食物啊 有沒有食物的作戰機械 沒啊 從嘴巴吐不出一朵的蓮花嘛 是 所以張周某有感而發 而且現在 台灣的科技業 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 Morris也點出來了 東方來設紅色供應鏈 跟你搶訂單 沒錯 西方來自川普 號召製造業回美國 所以 左邊是Made in China 右邊是Made in USA 現在政方興未愛 台灣的夾縫怎麼生存呢 所以這時候比以往更需要政府來帶領大家的這個方向 何況我們每年有高達1000億的科技的預算 是 80%誰要去執行 政府嗎 不是咧 是透過我們的企業去運作 結果這麼重要的一個預算大筆 要怎麼樣的方向 怎麼樣來推動 業界居然沒有參加這一場重要的會議 所以最後Morris在這一場第二度重炮 我們可以講他提醒政府 可是就是非常不客氣的直指問題核心 你說現在的科技大餅被搞得四分五裂 但是政府你就說要轉型 請問你是要轉到哪裡去啊 你給我一個方向 如果沒有的話請問你 這不就是小英政府的責任嗎 怎麼會是要業界去解決呢 所以我假如是業者的話我也不想來 我看到的就是政府的官員 還有學界在那邊書生論證 沒有一個方向 我是一個業界的話 真的是在外面哀嚎 但話說回來 台積電是台灣最成功一個從無到有 而且現在成為全球半導體一個 一個很成功的一個換例 沒錯 當然除了這個張忠謀率領的一個團隊 經營能力以外 到處都可以看到政府的指導引導 回過頭來剛剛毛利斯最後那個結論 這不就是你政府應該去負擔的責任嗎 怎麼會丟給業界讓業界去傷這個腦筋呢 我們就來看看一路走來 從張忠謀這一個時間軸拉出來 政府在哪裡用上心力 好 張忠謀1964年Stanford 電機博士畢業之後 往後的25年 他都跟半導體離不開關係 他當然很優秀啦 他先從德州儀器半導體的部門 一路從總經理做到了整個集團的一個負責人 但是總是到人生的天花板 又轉換的一個舞台 當時什麼那些什麼英特爾摩托羅拉都還不成氣候 是 真正的半導體除了德州儀器以外 通用器材 通用器材去做總裁喔 對 但做總裁了以後發現了 哎呀 沒有讓他很大的花灰的空間 因為通用器材是怎麼樣 把那個經營不好的半導體的小公司 把它買進來 打包 然後再把它賣出去 對 張忠謀說 我雖然在通用器材 感覺我就像私募基金的經理人 這樣沒什麼意思 所以為什麼大家要問說 莫瑞斯怎麼樣把他敦請回到國內來 創造後來的半導體王國 我用一句話來形容他當時的情況 他自己說的 他說當時在美國工作經驗是 獨上西樓 望進天涯路 已經爬上巔峰 已經來到了通用器材 當上總裁的大位 但是已經很好了 為什麼還請得動他呢 張忠謀當時50歲 來到中年的一個人生的一個徬徨 是 這是有一個來自台灣的貴人 李國鼎先生 當時的政務委員 對 李國鼎 這個 行政院長 孫義賢之命 到美國 去請這個張忠謀 聽說這個人半導體 最優秀的華人的人才 一定要把他請過來 剛才S7的時候 美國公司說 你來 我不讓張忠謀跟你李國鼎見面 你來一定是要挖腳 對不對 這是總裁 對 你來可能就是要挖腳 後來經過以後 他們美國公司說 我們在台灣有發展 好 才同意讓李國鼎跟張忠謀見面 這是第一次接觸蔡總 我們講 當年你看 去蹲請諸葛亮也還得三顧茅庐 Morris有好好請得動嗎 真的是三顧茅庐 然後1981年以後 張忠謀就回來台灣考察一個禮拜 到處看看 當時也沒有 諸葛還沒有開示 到處看看 大部分的時間在台北跟孫義賢 跟李國庭來誤談 這時候張忠謀最care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什麼事 薪水 這個最現實了 對 他就去問孫義賢說 哎呀 那我的代意如何 這個該問 而且要解釋一下 怕孫義賢不太了解 美國高階經理人的一個代意 說我的薪水分成三部分 本薪 紅利 還有一個股票選擇錢 那當然孫義賢那時候可能不懂 因為台灣沒有一個制度 先來解釋一下 股票選擇錢要放一段時間 經營的績效很好 公司的股票漲的時候 那個經理人就會很多 好 那這個時候重點是 當時的孫院長怎麼答覆他 我跟鄧天看嗎 不會讓你吃虧 不會 但是呢 所以這個張中某後來的回憶說 他一直感覺 感覺什麼 孫義賢在裝傻 什麼意思 我不讓你吃虧 這句話說好說滿 可是 沒有講很仔細嘛 我不會給你吃虧 然後李國廷跑進美國好幾次看 或者後來的兩三年 蘇信的往來 還是重複 張某什麼一直要講說 問清楚我的代意怎麼樣 那李國廷說不會吃虧 還是那句話 院長 因為院長說了 不行 這個是糧草要備齊 我們這個部隊才能前行 這拼不好的 我要怎麼回來了 但是真的 李國廷順利賢都知道 一定要把張中某這一批的千里馬 帶回台灣 最後怎麼解決呢 你來給你三個工作選擇 第一個是公園院長 第二個第三個 張中某自己講說 我都忘了 因為第二個第三個 看起來都不怎麼一樣 他只對第一個有興趣 好 最後他真的是回來當公園院的院長 有 給他跟美國的本薪一樣 弘利說公司還沒賺錢 就暫時沒有 然後股票選擇也沒有 因為台灣根本沒有那個制度 所以三份薪水幫他保留了一份 那個人就是當時鄧炎跟他們說 我不會虧待你 但是只有三分之一 他還是回來了 回來 為什麼 張中某說 雖然待遇不如美國 但是孫義賢有感性有魄力 政府的綠燈全部都開 各位 你當公園院長 公園院長裡面要多少的支援 政府無條件的支持你 聽到這個地方 政府多少綠燈為Morris而開 只希望敦請你回來 發展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他其實你知道的 他回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 這三個茅庐 磨來磨去 最後把他請回來 孫義賢毫無疑問 是Morris的貴人 知慾之恩 而且這個張中某 在1986年擔任公園院長的時候 發現公園院只是在做一些邪術的探討 然後我們的民間也是在模仿 這根本不是產業的一個升級 就說我要帶你一批優秀的工程師 出來創一個公司 當然就是台積電 對 他創設以後 台灣才能真正的產業升級 但是李國磊說 可以 我政府支持 政府出資48% 我們政府是台積電 到現在都還有6% 6%是多少 告訴大家 以現在台積電市值3200億 政府透過這個台積電 過去賺了幾千億 但是李國磊說 你一定要找一個國外的股東 而且他有專利 他有技術演繹出錢 找到了荷蘭的輝利浦 投資了27% 這時候台積電才成立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政府儘管出錢 還缺一大塊 招了菲律浦 這一減幾個錢進來了 我做好半導體 這裡也有的用 所以變成一個很好的出海口 李國磊說 李國磊說得完全對 沒有你自己做做的東西 要賣給誰 那時候台積電 誰啊 Nobody 他都不認識你 但是話說回來 張忠謀遇到了 伯樂 孫義賢 兩個的交情 不是在公司上 我們知道 2006年2月6號的下午4點 那時候孫之正 他已經中風了 那張忠謀的話 已經事先跟他的家屬打聽過 就大約這個時間 孫之正會醒來 他想要看他最後的一面 挑一個他總是會醒過來的 那短暫的片段 讓他知道說我來了 對 所以他就等待在榮總的 那個病房的外面 4點進去了 就去看了這個孫之正 握著手 講了在他耳邊講了一句話 說什麼 我是張忠謀 我來看你的孫之正 雖然孫之正沒有醒過來 但這一句話就說明了 張忠謀對孫義賢的感念 聽完了這一段故事 你看張忠謀回來多少年 開創到今天這一步 你就會可以理解 他昨天為什麼當著鏡頭 這麼憤慨的說出 該負責任的是政府 不是業者 好 回過頭來我們就來看看 你五大創新 創出了什麼新呢 對 現在當然小英政府在推動這五大創新 但是已經有題目了 內容 沒有 我們都講過了 光是亞洲矽谷 蓋了一個硬體的建設 但是要做什麼呢 做物聯網嗎 做物聯網的什麼東西 到底要跟國外哪些公司合作 做本土的台積電聯花科要不要參與 是 都不知道 對 但是我們看一下 現在的小英總統 會不會是國內科技業的博樂呢 其實2007年的時候 張忠謀當小英去面世那個以昌 就是後來的綜藝 張忠謀不見得很懂這個生計 但是他幫小英總統去interview這個執行長 所以他們的感情 有人說 小英總統自己講的 張忠謀當他像女兒一樣 有婦女的這個感情 現在大家聽到這一段 這個他們的交情深厚不在話下 好 副職輩的Morris 已經召集到短短兩個月不到的時間 連續兩次 高分被提醒小英政府 你該注意 沒錯 他們之間的感情像婦女 但是親如婦女 為了整個國家產業的一個發展 連張忠謀都有一些抱怨 難道我們的蔡政府 不立刻的做一些反省跟檢討嗎 的確聽到這個地方 記不記得剛剛我們談到了 張忠謀董事長他提出了 一個非常巨大的一個警訊 他說 要擔心紅色供應鏈的蠶食侵吞 絕對不是同學來貿易